从2012年开始 我就在思考汽车的终极产品形态 2017年我们发布了概念车EVE 展示了对未来的想象 未来的车将解放人的时间 是有情感的伙伴 是温暖愉悦的第二起居士 我们的想象正在一步一步变成现实 我们的想象中 可以变成了一步 我们的想象中 我们的想象中 是温暖愉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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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吗 Ready for tomorrow 迎接未来 这就是 未来ET7 未来的设计基因再次进化 打破常规 完美融合自动驾驶的感知硬件 定义了自动驾驶时代的汽车设计外观 一体式的LED大灯 W-H日行灯 融入车身的X-bar 更加纯粹 更有未来感 立体通透的贯穿式心跳尾灯 与日行灯前后呼应 整车长达5098 轴距3060 高1505 线条流畅 一气呵成 宽1987 同级领先的车身尺寸 让每一位乘客都享有开阔空间 看外外观我们再去看类似 进车之前我给大家介绍一下ET7的打开方式 ET7搭载全球首款基于UWB技术的数字钥匙 实现压力量 实现压力量 实现压力量的高精定位 实现无感进出 ET7采用智能无框电锡门 靠近车辆时 门把手平行弹出 握住门把手 车门会自动小腹预开 落着后轻拉即可吸盒 开门采用电子解锁 自动预开 同样轻松 你们要的电锡门 现在标配了 ET7的内饰 进一步传适了 第二起居室的设计理念 宽敞 舒适 精致 有温度 1.9平米 双层隔热玻璃穹顶 可隔绝99.9%的紫外线 麦克菲博超纤绒顶棚 全系标配 首创陨石镀铬工艺 细节之处 彰显自改 全球首次量产使用 Carone可再生藤木 这种材质来自热带雨林 每一片都有独特的纹理和天然的触感 整车使用多达14处 自身其中 时刻感受自然与环保之美 前后排采用隐藏式智能出风口 根据场景精准控制风向和风量 确保体感舒适 最新的空间体验 全系标配 桌椅加热通风按摩 前排有 后排也有 ET7是一个温暖的第二起居士 也是一个融合最新科技的移动生活空间 以Nomi为核心 全系标配HUD 10.2英寸HDR仪表屏 12.8英寸AMOLED中控屏 全球首个车载人工智能系统 Nomi继续成长 借助四组麦克风和专用的NPO核心 让Nomi具备声纹识别 精准听音变味 免打扰独立音区交互的能力 Nomi变得更智能 更懂你 全新12.8英寸AMOLED中控屏 边框最窄处 仅5.5毫米 分辨率高达1728×1888 10万比1的超高对比度 100%NTSC全摄域 拥有绝佳的显示质感与细腻度 未来第二代数字座舱 采用量产最新的高通第三代 数字座舱计算平台 AI算力图形处理 多媒体处理等能力全面提升 5G UWB WiFi6 蓝牙5.2 V2X ET7拥有最强的 车载移动互联与通讯能力 更强的数字座舱计算与通讯能力 让我们追求极致的 真正沉浸式的声音体验成为可能 全车配置 全车配置23个顶级声学材质扬声器 20路输出1000瓦功率 应用领先的空间声学技术 全球首次在车内实现7.1.4沉浸声系统 ET7是顶级的移动音乐厅 这样的音响系统 全部标配 我们再来看看整车性能 ET7实现了0.23的超低风阻系数 未来第二代高效电池平台 应用碳化硅功率模块 整车能耗进一步优化 更低风阻 更高能效 更长续航 搭载70度电池包的ET7 续航超过500公里 搭载100度电池包 续航超过700公里 搭载150度电池包 续航超过1000公里 高性能是未来的基因 ET7配备双电机智能电驱系统 智能四驱系统 前泳池电机峰值功率180千瓦 后感应电机峰值功率300千瓦 整车最大功率480千瓦 650瓦力 这个是不是听得很熟悉 最大扭矩850牛米 0到100公里加速 ET7仅需3.9秒 标配Granbo 高性能四核塞 自动卡钳 全新IDB 集成动态自动系统 从百公里时速到完全杀停 只需33.5米 全系标配 智能空气悬架和动态阻尼控制 可实现每秒500次调节 基于高精地图和高精度传感器的4D智能车身控制 可以提前赶制路面颠簸 主动调节悬架 提供更舒适的驾乘体验 超高强度钢铝混合车身 按照中国和欧洲五星安全标准设计 整车抗扭钢度高达37,100牛米每度 让车成为安全 自由的移动生活空间 是我们的愿景 解放时间 减少事故 是自动驾驶的终极使命 未来自动辅助驾驶系统NeoPilot 已经协助用户驾驶超过1亿多公里 NOP领航辅助的推出 让日常出行更安全 更轻松 今天 我们让智能电动汽车 再进一步 从辅助驾驶 到自动驾驶 未来自动驾驶 NAD NAD将带来安全放松的点到点自动驾驶体验 逐步覆盖高速 城区 泊车和换电等场景 从地图定位到感知算法 从底层系统到控制策略 未来建立了NAD全站自动驾驶技术能力 今天 我们将着重介绍感知和计算能力 NAD感知系统 Aquila 拥有最先进的高精度感知硬件 我们先来看一下 高清摄像头 全球首发800万像素 自动驾驶高清摄像头 很酷吧 和Tesla FSD使用的120万像素 摄像头相比 分辨率提高6倍 我们来对比一下真实场景中 120万像素和800万像素摄像头的实际表现 这是看400多米以外的一个场景 很明显 800万像素摄像头 感知距离更远 感知内容更加精细 我们如果看800万像素 看几百米以外的灯柱 车的形状都是非常完整的 800万像素的自动驾驶摄像头 可以检测到680多米外的车辆 260多米外的追桶 和220多米外的行人 能够探测到的最远距离 是120万像素的三倍 这意味着什么 看得远 意味着早响应 早响应 意味着更少的事故 更舒适的体验 每一点安全提升 都值得全力以赴 自动驾驶 需要激光雷达 我们和未来资本投资的 Innerviewsing合作 开发了全世界 看得最远的量产激光雷达 Akula激光雷达 拥有120度的超广视角 等效300线的高分辨率 500米的最远探测距离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 Akula激光雷达 采用1550纳米激光 避开了冷眼敏感的 900纳米波长 在性能提升的同时 能更好照顾 他人安全 激光雷达对提高 自动驾驶的安全性非常重要 对于有些场景 比如夜间高速行驶 黑暗路面有深色的物体 强光炫目 道路紧盖遗失 头像算法未能识别的物体 高精度超远距离的 激光雷达不可或缺 Akula的激光雷达 视角达到120度 复杂的程式路况 一览无遗 独创动态聚焦功能 通过局部的像素加密 对关键目标和细小物体 进行凝视 能获取更加精确的三维信息 比如这个交通状况 十分复杂的路口 动态聚焦功能 可以更好的追征车辆和行人 能更准确识别 小狗这样的宠物 以提高自动驾驶的 可用性和安全性 800万像素高清摄像头 加上超远距高精度的激光雷达 大幅提升了 NAD的感知能力 让自动驾驶的安全性 提升了两个等级 传感器的精度重要 很重要 传感器的部署方式 同样关键 Aquila的瞭望塔式布局 能显著减少传感器的盲区 对层区的自动驾驶 非常有意义 在层次场景下 传感器的视线 很容易被绿化带和车辆遮挡 相比于安装在壁柱 在壁柱和后视镜的摄像头 部署在车顶的 Aquila的高位侧前摄像头 盲区更小 大家可以看图上的这个对比 就是左边是装在壁柱 就装在这个位置的 那么那边有个人过来了 这边其实被遮挡着 左边一辆车 右边是部署在 我们现在这个瞭望塔式布局 那这个同样的位 同样的车的位置 同样的对比关系 大家其实一目了然 能看得非常清楚 瞭望塔式的布局方式 让城区自动驾驶的安全性更高 Aquila的两个高位侧前摄像头 不仅站的高 看的前 还大大提高了前向视觉的冗余度 大家知道自动驾驶或者辅助驾驶 最主要依赖的是前向的主摄像头 那么Aquila的这样一个布局方式 即使前向的主摄像头不工作 依靠两个高位侧前摄像头 仍然可以实现前向视觉的完整感知 Aquila的高位后向摄像头 有更好的后向视野 部署在这个后面的 能更好识别与预判 后方车辆的行驶意图 Neal QLA超感系统 拥有33个高性能感知硬件 11个800万像素的高清摄像头 4个前向 3个后向 4个环视 一个超远距高精度激光雷达 5个毫米波雷达 12个超声波传感器 两个高精度定位单元 以及车路协同感知和增强主驾感知 Aquila 定义了量产车 自动驾驶感知系统的全新标准 Aquila的超感系统 每秒能产生8个G的数据 相当于一秒下完两部腾讯视频4K电影 或者一秒钟看完过去三年的Neal Day回放 处理如此海量的数据 当然需要超强算力 未来超算平台 ADAM 迄今为止 最强大的量产移动计算平台 这就是ADAM ADAM拥有超高带宽的图像接口 ISP每秒能处理64亿像素 首创超高带宽骨干数据网络 将所有传感器和车辆系统的信号输入 实时无损分配到每一个算力核心 ADAM搭载4颗NVIDIA ORIEN芯片 让EDG成为全球第一款搭载ORIEN的量产车 ADAM拥有48个CPU内核 256个矩阵运算单元 8096个浮点运算单元 共计681个晶梯管 整算力高达 1016T 超过7个Tesla FSD的算力总和 拼马力 更要拼算力 马力加算力 是定义高端智能电动汽车的新标准 NAD的算法与软件架构 能充分应用ADAM的强大算力 通过两颗主控芯片 实现NAD的全占运算 包括多方案相互交易的感知 多元组合定位 多模态预测和决策 充足的算力 使得NAD在处理复杂交通场景时 算得更多 算得更快 算得更准 ADAM拥有一颗独立的勇余备份芯片 任何一个主芯片失败 NAD都能安全 都能确保安全 不仅如此 整个超算平台的电源 影像和主控系统 全都是热备份勇余设计 ADAM拥有一颗自动驾驶 群体智能和个性训练的专用芯片 可以大大加快NAD的总体进化进度 同时 又可以针对每个用户的用车环境 进行个性化的本地训练 让每位用户的自动驾驶体验更好 未来超算平台ADAM 汽车智能新的起点 ET7的整车软硬件平台 NAD的全占领先技术 让辅助驾驶到自动驾驶成为可能 拥有33个高精度感知应急的 ACULA超感系统 拥有1016T算力的ADAM超算平台 所有硬件 ET7全部标配 NAD的19项安全与驾驶辅助功能 ET7全部标配 NAD的完整功能 将采用按月开通 按月付费的服务订阅模式 AD as a service 全球首创 迎接未来 ET7 一辆把想象变成现实的 智能电动旗舰车 ET7 终身免费道路救援 终身免费 易力加电 终身免费车联网 一如既往 今天 我们将 正式开启ET7预售 按整车购买 70度电车型 补贴钱价格 44万8 是不是有熟悉的感觉 100度电车型 补贴钱售价 50万6 采用BUS电池周用方式购买 补贴钱车价 37万8 电池周用服务费 70度电每月980元 100度电每月1480元 另外 我们还特别推出 ET7 首发版 标配100度电池包 NAPA高级内饰套装 20英寸5V 鱼洞轮穿 和NOMIMATE 2.0 ET7首发版 按整车购买 补贴钱价格为 52万6 采用BUS方式购买 补贴钱车价 39万8 电池周用服务费 每月1480元 NAD自动驾驶的完整功能 完全采用按月开通 按月付费的服务订阅模式 每月仅需680元 NEOPILOT的用户 别忘了你们还有6折和3折的权益 Ready for tomorrow 迎接未来 从现在这一刻起 你就可以在未来APP预定你的ET7了 ET7的预定一项金5000元 支付5000一项金 可在购车时 抵1万车款 为了感谢大家的支持 现有车主 包括大定用户 购买ET7将获得7000元购车优惠 加3万积风红包 ES8创始版车主 购买ET7将获得1万元购车优惠 加5万积风红包 我们将大体按照支付一项金的讯序交车 明年一季度 ET7将开启交付 大家理解一下 我们这里面用的先进的技术太多了 我们再看一下ET7给我们带来的体验 杀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Ready for tomorrow迎接未来 这就是未来ETC Near Day的发布环节到此结束 我们先把ETC剩下去 接下来请允许我向大家介绍 著名音乐人汪峰先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